今天吃的饭果了,我们来一起测测看 是一个收音麦克风 是一种零甲型的,有6米长的 当初我是想买一个套MM的 但是它那一个线子有1米5 所以就换了这个 零甲型的,它有6米长的线 我百贵的东西都已经拿出来的 有一个收纳套子 一本说明书 最重要的是质保书 然后它有一个小袋子 这小袋子里面装好几样小东西 有铺铭电池 然后一个小夹子 夹一个零口的 还有一个手机的转换头 还有这一个海铃泡泡的 打风的 这个应该是接到那个音响收尾上面去的 大麦克风 然后这就是它那个麦克风和它那个长长的6米的数据线 好 我们把键子拆了 这个打开之后呢,就可以看得到 这里面一个是装电池的 这是麦克风的套路 它这上面显示的呢 账号是在上面 正体是在上面,附近在下面 放进去 好,踏进去了 然后呢 再把它给 折回去 好 再把我们的防风罩 把防风罩给摆上去 这样呢,就防着口水 盯到这个麦克风里去 嗯,本来呢 我是想买一个比较大的 大一点的那种 显得好大一坨 但是最主要是我现在手机 这个夹子不好夹的 所以呢,放在这个 好 这个呢,就是接 这个就是接的手机 拆一下 我第六名我肯定用不到这么长 所以我们还是先把它再 连回去一下 好,这个呢 就变了 这个手机机头了 这是一个保鲜膜 反正看到它有 这个蓝色提示 好 这个 好,现在我们要完成开箱测试的第2个步骤 也就是声音前后的对比 现在呢,我们用的是手机 iPhone11的 自身的麦克风的收音效果 好,现在呢,我们再把这个数据线 给插到电脑上面 手机上去 听一下他们两个有什么不同 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到我的声音的收音了 然后呢,杂音小了 它的这个数据线呢 是因为有6米长 我们接到手机和电脑上面的时候呢 是不需要开电源的 只是说 接到 相机上才会用打开电源开关 好 好,今天的测试就到这里吧 我们下一支见 把它装开箱子 好了,我们再把这个手机 好,现在 好,现在我们再把手机 然后再把手机